112年县掌盃星光歌唱大赛 一年龄分为青春洋溢 神采飞扬 火力四射 长青不老 智慧荧光 以及静永无限等6组 其中火力四射和长青不老 参赛人数是130人 其他各组都是50人 各组的冠军可获得奖杯一座 以及18800元的联合礼券 用唱歌可以让每一位身体 生肺功能的国家健全 我们的心情也会国家的快乐 所以唱歌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我们来办这个比赛 最重要是要让我们乡亲有一个舞台 刚才管长也说到 我们是总共分成6组 总共报名的人数 很多460名 所以乡亲要报名 等8个世纪和8个世纪 乡亲来报名比赛 既然管政府你现在现场 每一年都办现场呗 就是要退工唱歌 在问一个社区 问一个电影 大家都给歌手办 可以集结他们来唱歌 作为一个友谊之外 更能够让他们散发出空间的温暖 这个活动是越来越有意义 希望管长老街对热林的教学 唱歌的方便 我们可以多划一刀剑位 可以说人人 都会有兄叔要唱歌的人 都会有机会可以学 资深音乐人谢文德 也创作一首天青宜兰 并邀请县长一起合唱 展现南洋乡亲不畏风雨的精神 县政府也表示 明年度将增加天青宜兰主 共同来唱出宜兰人的精神 音乐可以陶冶性情调剂精神 而且我们很快乐的时候可以唱 很悲伤的时候可以唱 很心情愚足的时候可以唱 喜怒哀乐都可以唱 所以对我们的阿公阿嬷唱歌 能够让他们脑筋越来越清楚 然后对宜然县民 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活泼健康快乐的城市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谢文德老师能够作词作曲 给我们宜兰官的天青宜兰 出了这么多感动 这也能感觉 这是真正的 走过太平山 走路走路继续向前走 这也能够让我们宜兰官 激励了宜兰人的这个精神 所以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感谢 县长林志庙说 爱唱歌的人最健康 不但能唱出好心情 而且还能交到好朋友 欢迎谢内爱唱歌的朋友 踊跃报名歌唱大赛 一起唱出健康 唱出快乐 宜兰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好